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当春天正是万木繁衍 那母鹿刚剩下一头小鹿 如果杀了它 小鹿也要饿死了 说得不错 那么这一次你们跟着黄爷爷到这来涉猎 是不是也要学曹丕呢 先生 我觉得这次涉猎和曹操那次涉猎有点不同 哪不同啊 说说 书上说 曹操带领儿子们涉猎是在春天 而黄爷爷带我们出去涉猎是在秋天 春天正是万物繁衍的时候 秋天却是万物宿杀的时候 说得不错 还有吗 你能想到这一层啊 已经很不容易了 读书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明礼 世上的万事万物啊 都离不开一个礼字 把李斯想清楚了 做起事了呀 就有了主张 也就不会偏到哪儿去 但又不能够守死理 可是道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要因时而异 因地而异 因人而异 先生先生 我要撒尿了 撒尿 去吧 黄黎啊 刚才我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不过学生还有个疑问 什么疑问啊 刚才先生说 我们满人在金关以前 是以涉猎为生 那么金关以后呢 每年黄爷爷还要到热河来狩猎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子可教 我大清太子太宗 是以马上得天下 这是祖宗的根本 你黄爷爷每年带你花马他们 到热河来狩猎 为的就是不忘本 你知不知道你黄爷爷这一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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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们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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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皇上 阿哥们都准备好了吗 只有雍郡王没有准备 叫他过来 折 皇上有旨 传雍郡王印针 你为什么不准备 回皇阿玛 儿臣大病出狱 体弱气短 术不能涉猎 好 那你别后悔啊 拿上来吧 今天的涉猎 朕准备了一件特殊的赏物 哪位阿哥最出色 就可以得到这件赏物 开始吧 赏 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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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爷爷是大庆的第一把吐鲁 第一把吐鲁 第一把吐鲁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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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奏皇上 射猎一弊 二哥们所射的猎物已经统计出来了 说 大二哥射杀野物七只 三二哥射杀野物四只 九二哥射杀野物六只 十二哥射杀野物九只 十四二哥射杀野物十三只 十三二哥射杀野物最多 十八只 八哥呢 八哥没有射杀一只 逮的全是活的 共十一只 十八只 十一只 十一只 你们都听到了 你们说 这件赏物应该赏给谁啊 陈导以为应该赐给八哥 说说你的理由 上天有好生之德 八哥获得了猎物 又不忍杀生 这片仁慈之心 是非其他个所能企及 因此陈导以为这把如意应该赐给八哥 王公这话不对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 还不出口 弘历 你说王公哪说的不对 还不出口 王公说不忍杀生是慈悲心怀 那么皇爷爷一生射杀了那么多野兽 难道就没有慈悲心怀了吗 弘历 你给我住口 谁叫你说这些混账话 你一住口 谁说弘历说的是混账话 下去 折 弘历 你说的有道理 你知道皇爷爷一生射杀了多少野兽 知道 皇爷爷一生射杀了135只老虎 132头野猪 96只狼 25只豹 20头熊 10只舍利孙 还曾经一天之间射死了310头猪 其余上祸之路不计其数 你计得不错 那么你说说 皇爷爷射杀了那么多野兽 是对还是不对啊 对 因为天生万物本来就是工人取用的 我大清的祖先们以涉猎为生 就像中原的汉人以耕田为生一样 都是上天教给我们的谋生之道 可是皇爷爷已经贵位天子 富有四海 用不着以涉猎为生了呀 这是皇爷爷不忘本 皇爷爷如果没有射杀这么多猛输的本领 就不能平三番输台湾 平定蒙古叛乱 皇爷爷是我大清的第一巴吐鲁 第一巴吐鲁 郑医生封了多少人为巴吐鲁 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说真是巴吐鲁 而且是第一巴吐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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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历 你说 那么这个赏物应该赏个谁 十三叔猎获的野兽最多 应该赐给十三叔 我又赏给十三叔 丁珍 你说 这把如意 这把如意应该赏个应祥吗 儿臣认为 这把如意谁都不能赐 应该还给太子 不就是一把如意吗 朕把它作为赏物 太子也是同意的 太子也是同意的 朕不应该得这个赏物 应该得这个赏物的 是弘历 动力 你敢抗指吗 来啊 干啥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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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快点啊 快点啊 走 走 走 这边这边 走 快点 这辈子别忘了带着 好嘞 这就眼睛都在发了 这就一发 这就 这就 我不要走啊 我不要走 不想走 不想走 我舍不得 老夏 你们这儿上哪儿啊 谁知道呢 走哪儿算哪儿吧 这位客官不是本地人吧 这都是你的家眷 俺老子娘 死活不搬家 可不搬家怎么沉呢 这条黄河呀 说不成什么时候 就把咱们到口的庄稼都吞了 这么说你的家年年搬 俺老子娘就年年这么闹 今年呢 又有了新说法 说有了这黄河大堤 今年不会过水了 也不用搬家了 那为什么还搬呢 习惯了 你老兄啊 好几人身会打算 依你看 这新修的大堤 能挡住水吗 能 那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 担惊受怕呢 吓怕了 习惯了 爹 咱们快走吧 走了啊 走吧 听见了 听见了 田文静在这推行新政 又做得贵草切 怎么能不受到人家的非议呢 治理明眼 王爷 时候不早了 直奔学府衙门 快走 还得抓紧时间呢 快走吧 田大人 您还想火上浇油吗 那你说怎么办 很简单 接受他们的要求 叫他们马上复考 要求 什么要求 你知道啊 何必问我呢 你以为我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吗 答应免他们的一体当差 让他们休休闲闲 吃国家 吃百姓 我告诉你 也告诉你们这些居心叵测的人 不要做这个梦了 只要我田文静在河南一天 世神就要纳粮 就得当差 就算我田文静死了 河南也得实行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这是皇上的旨意 田大人 什么 宝金王来了 快去护卫 他掉了一根头发 我看你们的头 对 田大人 走开 走开 没人 扯下来 不知道啊 今天 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这故事 是李福说给我听的 说是有一家人 祖上几代 都没有出一个秀才 到了这一代 做父亲的发了狠心 这一年呢 两个儿子都去参加考试了 剩下两个儿媳妇 跟着婆婆在家里 蒸酒熬糖 烧菜做饭 等着他们一考取 就大白酒席 宴起宾棚 大热的天 两个媳妇 都累得汗流满面 突然 暴喜的来了 原来是大儿子考中了 一家人哪 都高兴得不行了 婆婆赶忙跑到厨房里 对大儿媳妇说 好媳妇 你丈夫考中了 快到外边凉快凉快吧 大儿媳妇 借下围裙 到外边凉快去了 只剩下小儿媳妇一个人 在厨房里辛苦流泪 等了一会儿 报喜的又来了 原来是小儿子也考中了 小儿媳妇不等婆婆叫 就扔掉了锅茬姐姐围裙 大声说道 我也到外边凉快去咯 这么大热的天 我想你们的媳妇 也都在家里等着凉快凉快吧 十年寒窗一朝高中快和如知 难道你们就真的这样放弃了自己的功名和家族的厚望 你们不要了功名难道就不想一想 这不正是伤了父母妻儿的心吗 嗯 这不正是令亲者痛愁者快的事情吗 老亲王 您讲的都对 但晚生仍然要问 像我们河南这样 就是考上了功名又有什么用呢 什么叫功名 功就是为国建功 名就是名垂青史 如果读了书 只想着如何多捞银子多置地 就是当了官也是贪官 功在哪里 名在何方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是受不了田大人对读书人的作诫 他是怎样作近读书人的 他派差役兵丁赶着读书人去当苦差 这难道不是作诫 记下来 这 还有什么 你们都说出来吧 田大人一口气把罗振邦等四名近视出身的官员全都参免了 我们不服 还有什么 我们河南人都忍受不了田文静这样的酷吏 请转奏皇上把他调走 现在 我只能回答你们一句 你们的话 我都会如实地转奏皇上 但是 对于你们今天的罢考 我极不赞成 你们想想 一个农夫辛苦地种地 到了收获的时候 他说天上的太阳太大了 地里的庄稼我不收了 行吗 行吗 你们辛辛苦苦地读书 到了考试的时候 只因为对官府有些意见 连功名也不要了 行吗 有道理 何况朝廷的王法 学院的规矩 都是不允许的 现在 我叫你们立刻复考 凡是现在进考场参加考试的 就既往不就 若是再有不进考场 甚至继续闹事的 就是和我过不去 和朝廷过不去 立刻隔掉声援的功名 按照王法之罪 田文静 陆生南 在 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 都起来 到考场去 知道是谁指使的吗 不 不知道 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皇上 出死无 无大话 奴才 都是要死的人了 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皇上 奴才 是怕说出来 是怕皇上听了 伤心呢 你说 是红石 是 听着 干好了这件事 你们就是爷的功臣 干砸了 你们家人一个都甭想活命 是 你带上几个人 连夜赶到江南去 见到红利之后 叫他立刻回京 另外 叫李渭带上五百人 亲自护送红利 皇上 皇上放心 奴才全明白 快去 得 走 李大人 你怎么来了 保卿王呢 去扬州了 去扬州了 糟了 怎么糟了 有人要暗害保卿王 来 来 你可千万要押入火 驾 快他们追上他 千万别让他一个人进不合议 这个姓头上还借老胡是非打起来不可 倒坏了皇上的章章 除了如何您得保驾 鬼姓之前不能出事 是的 你们快点跟人来 没有人 他给你带来 你可以带来 你老公 到台湾 去到台湾 这边 我会不给你带来 我带来 这边 是 我带来 四弟 你终于回来了 给三爷请安 你们都起来吧 你们辛苦了 听说有人要害你 把黄阿玛和我们都集坏了 祖宗保佑 总算平安回来了 多谢三哥挂你 在外面当差 哪能没点风险呢 逆贼抓到了吗 弄他们失职 那些逆贼啊 都被人杀了灭口了 知道这些逆贼来路吗 从他们的身材长相 和穿在里面的衣服可以看出 这些都是北方人 会不会是你在山东杀那些官员部下找你来报仇 有点像 四弟 不是我说你 你是千金之体 君子之命 不利乎岩墙之下 再不要干那些微服出访的事了 你知不知道 你在外面黄阿玛黄阿娘还有我是何等担心呢 对了 上个月我突然给你带了八两牛黄 一斤射箱还有点冰片 你收到了吗 多谢三哥 我都收到了 对了 你爱喝好茶 我给你带来二斤碧螺春 是乔婆子家的 全是十二三岁的黄花闺女 在古语前一天用嘴唇咸下来的 你平时干火旺 这个茶喝了以后听说能去干火 你多喝点 好好好 我一定要尝尝 看是不是真的能去干火 走 托黄阿玛的庇佑 儿臣平安回来了 请黄阿玛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 黄阿玛圣明 儿臣实在不愿因为这件事 兴起大狱 更不愿因为儿臣 使黄阿玛和黄阿娘伤心 只是刘墨林可惜 她有什么医院吗 没有 对了 儿臣曾听她说过 就是对不起苏顺卿 儿臣有个请求 请黄阿玛扶云 嗯 说吧 请黄阿玛 自苏顺卿一品告命 刘墨林是为了儿臣 才被歹人害死她 请黄阿玛了缺了她这桩心愿吧 好吧 好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住 儿臣叩见黄阿玛 散儿啊 这么多年来 朕也没能和你单独吃一顿饭 记得当年文决大师曾经对朕说过 有国无家 直到今天 朕才真正领悟了 喝吧 花阿玛 儿臣平时也没能在阿玛跟前略尽孝党 这杯酒 儿臣尽没黄阿玛受 黄阿玛 朕有话要问你 这 霸王义政 你冲的什么角色 阿琴那是怎么跟你商量的 你和龙科多 又是如何密谋调兵的 没 没有啊 花阿玛说的 儿臣一点也听不懂 人一点也听不懂 花阿玛 儿臣平时办斋 或有失误 但自问 静上碍下 从没使过黑心 这一定是从中有人陷害 离间阿玛和儿臣 你派去杀龙科多灭口的人 也会陷害你 一心想把你扶上王位的龙科多 也会陷害你 黄阿玛 儿臣是曾叫人杀过龙科多 但绝不是什么杀人灭口 黄阿玛 儿臣觉得龙科多 他忘恩负义 而黄阿玛又不忍心杀他 这才 住口 朕问你 雍正二年刻唱舞弊案 实题是谁泄露出去的 张廷路又受了谁的指示 当时朕就怀疑上了你 也怪朕的一点矮子的私心 就没有再深究你 事发之后 张廷路息事问战 你整天围着朕 一句减刑的话也不说 还拼命劝朕 要将他满门抄斩 当时朕对你 就很憨心哪 这次 你居然和阿琪娜塞子黑 串通几个乌糟猫王爷 突然发难 搞什么八王义政 还指示龙科多 调兵逼宫 黄阿玛 儿臣平时办斋 或有失误 但自问 静上碍下 从没使过黑心 这一定是从中有人陷害 离间阿玛和儿臣 你派去杀龙科多灭口的人也会陷害你 一心想把你扶上王位的龙科多也会陷害你 黄阿玛 儿臣是曾叫人杀过龙科多 但绝不是什么杀人灭口 黄阿玛 儿臣觉得龙科多他忘恩负义 而黄阿玛又不忍心杀他 这才 住口 朕问你 雍正二年科长舞弊案 实题是谁泄露出去的 张廷路又是受了谁的指使 当时朕就怀疑上了你 也怪朕的一点挨子的私心 就没有再深究你 事发之后 张廷路息事问朕 你整天围着朕 一句减刑的话也不说 还拼命叫朕将他满门抄斩 朕当时对你就很寒心呢 这次 居然和阿琪娜塞斯黑他们 串通几个无遭猫王爷 突然发难搞什么八王义政 还指使龙科多调兵逼宫 事情败露之后 你又故技重演 要杀龙科多灭口 就是这样 朕还想 你毕竟是朕的儿子 能包容就包容了 哪怕是一只狗啊 喂饱了也就不咬人了 属了你 静儿要杀你的亲弟弟 那不就自然还要杀你的父亲 你简直 你简直是古今天底下最贪子暴虐的一贯秦收 皇阿爸 皇阿爸 儿臣没有杀弘历 没有杀弘历啊 这一定是弘历怕我和正弟妹 这才弄出这么个假象来陷害而臣 皇阿爸 你还烦咬一口 你派去杀弘历的人 虽然被你灭了口 但是你派去灭口的人 却害怕被你再灭口 都一一招了空 像你这样的东西 就是做坏事 恶事 也是毫无章法 上苍 白给你劈了让人皮 人有五轮 夫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妻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信 这是做人的一面镜子 你照照你自己 可有一轮半轮 皇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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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贵 怪儿子糊涂 听了别人的调唆意味 除掉了皇礼 就可以占定嫡位 皇阿爸 你 你要把我 交部异罪吗 皇阿爸 你说话 皇阿爸 皇阿爸 你说话了吗 你打算怎么处置儿臣 朕不会把你交部异罪 这个家丑 朕不想让外人知道 谢阿妈 所以 才把你招到这儿来 谢皇阿妈 成全客户之恩 当年 就是在这儿 我的皇阿妈 最后召见龙科多 让他辅佐朕 积成了大清地业 也就是在这儿 他老人家 临终嘱咐我 要刷新立志 隔壁出旧 他何尝不知道 留给朕的是一个虚荒的盛世 没当我回想起这个地方 朕仿佛就看见了花阿妈那双 那双 临终嘱托的盐睛 你折恩就好 但是你要知道 你的罪犯在十恶 断无可恕之理 花阿妈 花阿妈打算把儿臣千金 千 千儿臣去 月中旗军中效力 儿臣只有 笑话为僧 佛前忏悔赎罪了 说来说去 你还是不愿意替朕想想 难道非要朕亲自开口 非要朕落个杀子的名声吗 你既然自己不愿意说 那朕就替你说了吧 你除了自尽 没有第二条出路 而朕该死 还请花阿妈念在亲身骨肉的份上饶儿臣一命 阿琪那赛斯黑那样罪不可恕 花阿妈不也没刺咱们死吗 朕不杀你八叔他们 是因为你皇爷临终留了话 再苦再难 朕也不敢伪了他老人家的意愿 可是正经为如此 这些人给朕给祖宗的江山设计 带来多大的饮花 为了给弘历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 朕不能留你 这不公平 这不公平 以 war阿妈 同样是你那儿子 你为什么要偏向弘历 他用哪点儿别二十厉 您不但小心 限辕把敌位传给他 为了他 连还有杀儿臣 T fees 所以你问的这几句话 就说明你不会死刑 那朕就告诉你 只有弘历 才能够继续推行朕的新政 也只有弘历 才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你的为人 虽不及你巴数深险 却比他更狠毒 但是弘历没有朕的刚义 他不是你的对手 巴数 巴数 阿奇纳 阿奇纳 我明明不是宫里的对手 别让我喝的去争 我还能够死 我给你 我爱你 我恨你呀 皇阿嬤 皇阿嬤 放着 皇阿嬤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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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主 不要告诉任何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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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阿玛 我三哥呢 不要问 就不管你的事 知道